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时被吸引住了 薛妃曾经和我说过 这无趣是她编排的 怎么明月山庄的人 也会跳这程 心中的山水 你眼中都看到 我便一步一连花祈祷 怎知那浮生一片草 岁月岁人老 这女儿家毕竟和你们不是一起长大的 所以凡事啊 都和你们唱反调 一心就想让明月山庄输 夫妻一时贪玩 望皇上恕罪 玉儿 还不把她喊回来 算了算了 元宵佳节啊 就是人多了才热闹 无妨 无妨 义山 你看 帅爷 有什么不对吗 有趣 好可爱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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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想干什么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 是你能够捣乱的吗 要是皇上怪罪下来 牵连到王府 我绝不会饶了你 糟了 我忘了皇上还在 对不住 对不住 你告诉我 你刚刚在花坊上是想干什么 没什么 我就是看那花坊好看 想上去看看 然后见他们跳舞跳得好玩 就想跟着跳嘛 没想到他们这么不好客 你脚就不容易穿下来 活该 你扰了明夜山庄的 花旦节表演 他们杀你的心都有了 劝你下台 那算是轻的 不信 大哥 殿下 莫公子来得正好 本世子还要去保护皇上 有劳莫公子帮我看净他 要是再敢传话 我绝不轻饶 喏 殿下 我会看我不气的 不气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有些疼 大哥 我告诉你这事 刚才啊 我在那花坊上跳舞的时候 进军林看到他戴面纱的样子 很像在天门关只会刺杀我们的人呢 你确定吗 觉得有些像 但还不能很确定 靳生 少爷 你觉得那个人 跟清儿长得像吗 有点 请不清楚 你不认可 也有些人 让我准备了 你不认可 有一些人 没有人 也有些人 他是有些人 你不认可 你不认可 我认可 你不认可 朕看 今天就算明月山庄胜出了吧 如果不是那个丫头捣乱 明月山庄的表现 还是不错的 诺 参见王爷 起来吧 谢王爷 妾身不敢 小女轻无冲撞郡主 罪该万死 请王爷恕罪 算了 是小女失礼在先 怪不得她 好在大家都没有事情 起来吧 今年的花灯节 恭喜柳庄主了 多谢王爷 这支舞 王爷喜欢就好 不知王爷 是否有雅兴到府里坐坐 让小女轻无 再为王爷 单独舞一曲 不必了 本王身体前安 有些乏了 阿福 回府 大小姐 大小姐 世子殿下求见 大小姐 知道了 退下吧 诺 小女子柳清吾 见过殿下 意义深重 不知殿下前来有何事 本世子 本世子听闻明月山庄大小姐 年纪轻轻 尚可独当一面 今夜又见姑娘展示歌舞 才得知姑娘如此才艺双全 果真是名不虚传 殿下过奖了 小女只是略通些歌舞小技 市井上的传闻 听听便罢了 姑娘还真是谦虚 今夜的舞蹈令人十分陶醉 请恕本世子唐突 可否让本世子一睹芳荣 在舞台上已经隔着一层面纱 现如今又隔着一层纱掌 还真是让本世子着急 小女本打算歇着了 重新更衣梳妆 恐让殿下着急 只得这副打扮来见殿下 失礼了 有姑娘今夜的舞蹈 可谓是今夜 远远地超过了莫夫 只是 本世子有一事不必 这支歌舞 可还有其他的身影 殿下今晚前来 难道 只为了这首歌舞 是 歌舞与家人 问世子多下了解 不瞒殿下 家父过世多年 家母一到冬天就缠绵病榻 四季家父 难免有孤雁之感 排制出戏 是小女的主意 想替家母一书欲劫 天下害相思的人不少 方才出楼观看 楼下仍有人面带痴疑 这等凄冷的灯雾 竟能胜过莫夫 小女子也深感意外 罪是难解相思苦 姑娘刚才的那番话 让我想到了我父王 虽不想承认 但父王心中牵挂着一个人 你不想要是